在发现他出现异常情况下 如果还是清醒的话 首先立马打911 第二步要病人的 让他冷静下来 让他坐下来 第三要给他服务医生 给他的心脏病药 也就是硝酸肝油或者阿斯匹林 然后慢慢地等待911来 如果家人是昏倒的话 没有意识的话 并且摸不到脉搏的话 情况下必须立马要拨打911 并且在十秒之内 开始进行人工的心肺复苏的按压 和人工呼吸 并且使用AED 也就是除颤气 用到一直到911来了为止 但911来之前的话 要必须做心肺复苏 按照美国心脏协会的规定 也就是胸部按压要30次 然后人工呼吸两次 然后再胸部按压再30次 然后人工呼吸再两次 这样子一直等到911来了为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